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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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子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又过了两年 于家在当地也成了父户 所以上门请于秋实说亲的人越来越多了 最后于秋实选中了一个地主家的闺女 这个闺女叫王芳 王芳刚过门的时候 一家人很是和睦 于母因没有女儿 就把王芳当亲生女儿一般对待 于秋实也经常和王芳说 自己母亲把自己养活大怎么不容易 现在我们成亲了 一定要好好的孝顺母亲 王芳从小就被父母当成掌上明珠 现在于母这样待她 她没有觉得有多么好 而且于芳在娘嫁时候 喜欢天天出去闲逛 可是嫁到于家后 于母就管着她不让出去 让她感觉很不好 因为成亲后于秋实就一直没出去做生意 成亲到现在时间也不短了 所以于秋实决定要出去一趟 她把家里的事交代了一下 就出门做生意了 于秋实一走 于母只好自己去盯着铺子了 王芳毕竟是刚过门的新媳妇 抛头露面的总归是不好 这下王芳就没有人看着了 于是她就天天瞒着于母出去闲逛 慢慢的就和邻居的几个妇人走得很近 经常和她们坐在一起聊邪话 人们都是只想自己比别人过得好 却见不得别人比自家过得好 这不那些妇人看到于秋实家现在过得很好 就开始挑拨王芳和于母的关系 慢慢的王芳也不再听于母的话了 婆媳的关系也紧张了起来 这天于母回来后看到王芳正在和那几个妇人摇得很是火热 就喊王芳回家 可是王芳只当作没有听到 没有理睬于母 于母觉得有外人也就没有再喊她 等王芳回家以后 于母就开始说教了 让王芳以后不要再和那些妇人在一起待着 那些妇人都是长蛇妇 你天天和她们在一起能学到什么好呀 王芳一听就不乐的了 现在她们的关系正火热呢 不过王芳并没有顶撞于母 只是随口应了一声 救回自己的房间了 于母见她不听自己说话 还和自己叫上进了 于是第二天于母把店里的事交代给伙计看着 自己则回家看着王芳 不让出门半步 过了好几天 王芳终于受不了先服软了 保障以后 再也不和那些妇人在一起闲聊了 于母见她做保障了 这才去店帮忙 只是没过几天于母生病了 可是王芳看到婆婆生病了 不但不照顾婆婆 而且每天还不在家待着 此后婆媳二人算是结下了疙瘩 等于秋时回来以后 婆媳二人就都向她说对方的不是 于秋时自然是站在于母这边了 而且还说了王芳几句 这下王芳的心里更不高兴了 于秋时在家待了几天后 就又出去做生意了 于母去店铺后 她就又偷偷地出门 和那妇人聚在一起 这时有一个妇人就问 王芳 怎么现在不见你出门了 王芳这人没有什么心眼 就直接把于母不让她出来的事说了出来 听完她说完以后 就有一个妇人说 你家现在都是你婆婆说了算 于秋时也听她的 这样可不行 如果要是没有婆婆 那于秋时一定会听你的 王芳听完很是认同 她就随口一问 那能怎么办呢 她的身体现在好好的 我可做出那种事来 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那个妇人说 她现在是死不了 你可以把她嫁出去啊 王芳听完后眼前一亮 就赶紧问道 怎么把她嫁出去啊 她要是不嫁怎么办呢 那妇人看她这么着急就说 这个好办呀 你听我的 只要她出这个门 再想回来就难了 我听说隔壁镇的流言外 最近好像在找老伴呢 明天我带她去你家的铺子 先让那个流言爱看看你婆婆 万一相中了呢 剩下的事好办了 第二天那个妇人 真的带着流言外 去了于秋十家的铺子 于母自然不知道 她们之间的事 就热情地招呼了流言外 流言外出了铺子后 就和那个妇人说她很满意 那个妇人送走了流言外后 就赶紧去和王芳说了这事 还说流言外说了明天 让人过来接人 王芳听完 就说这也太快了 让我再想想 那个妇人没有再理她 就直接回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 果然就有人来敲门了 于母开门后 那人就说于秋十出事了 让于母赶紧去看看 于母一天也没有顾上叫王芳 就自己跟着去了 赶车的人说他家老爷和于秋十是朋友 正好碰上于秋十出事了 就赶紧来接他过去 只是具体什么事 他说他也不知道 很快一行人就到一个大宅子 那个赶车说 你儿子就在里面 你进去吧 这时流言外也出去了 把于母迎进去 一进去于母就发现有些不对 就问流言外说 我儿子呢 这下把流言外给问住了 原来那个赶车的是那个 给王芳出主意的妇人安排的 他让赶车的说于秋十出事了 然后就把于母拉到流言外家 之后的事他就不用管了 所以流言外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 听于母这么一问 流言外也看出这里面有事了 于是流言外就把自己 怎么和那个妇人说的 那个妇人又是怎么和她说的 和于母说一遍 于母听完之后 就开始大哭我守着儿子这么多年了 今天让我改嫁 不如让我去死 说着就要撞墙寻死 流言外赶紧让下人将她拉住 流言外看到于母哭得这么伤心就说 既然你不愿意嫁我 那我也不勉强你 只是我给了那个妇人一些钱 她说会交给你的儿媳妇 而且她还说你儿媳妇已经同意了 那些钱他们肯定是不会还我的 你现在就是回去了 你家儿媳妇也不能容你了 不如你先留在我家做个下人吧 什么时候你儿子回来了 就通知她来接你 于母一听也只好如此 她现在要是回去了 儿子回来以后 把这件事和她说了 她肯定不会相信的 不如就先留在刘家 等儿子回来再说 又过了一些时日 这天有一个刘家的下人过来和于母说 你儿子来接你了 你赶紧过去吧 原来这个流言外人不坏 她一直让人盯着她家 看到于秋实回来后 就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告诉了她 于秋实听完后有些不相信 那人就让她先回家看看 于秋实回家后 没看到母亲就问王芳 王芳自然是不会说实话的 只是随便说了一个理由 就说于母娘家有点事 她回娘家了 于秋实看她说话的样子 也看出来她没有说实话 然后就和王芳说自己还有一些事 就出门了 于秋实这才和那人来到了刘府 看到于母后 于秋实直接就跪到于母跟前说 娘 儿让你受苦了 于母赶紧把儿子拉了起来 于母说 这又不是你的错 都是那些人见不得别人好 回家好好管教下王芳就可以了 这时流言外也过来 一见到于秋实 两人还算认识 只是没有生姜 流言外就说 小伙子你先别着急 你娘在我家也没有怎么受苦 只是名义上的下人 都是让外人看的 我们也算认识 你可否听我说一句话呢 于秋实说 刘老你说吧 这次还要好好地谢谢你呢 流言外说 你现在是不是想着回家 就把你妻子休了呀 你先不要冲动 你回家先问问她可否有收钱 现在可否有悔意 如果有悔意你就把送到我家 我让我家那儿媳妇 好好地替你管教她几天 你看可否呢 于秋实一听 知道流言外是好意 就说先把母亲接回去 再把钱给她送过来 如果自己妻子真有悔意 就麻烦流老了 就这样 于秋实和于母很快就回到了家中 王方一看到婆婆 就赶紧跪在地上求饶 于秋实说 你现在可否有悔意 你把流言外给的钱拿出来 王方一听就猛了 她没有收钱呀 原来王方那天就是随口一说 她也不知道那个妇人 真的就安排好这一切 等到第二天她起来以后 于母已经让那妇人给接走了 当时她就后悔了 可是那个妇人 现在你婆婆嫁人 你家里就是你说算了 王方当时一想识也对 就没有再问 后来她越想越不对 就又去问那妇人 把于母嫁到了哪里 那个妇人就是不说 再后来于秋实就回来了 她自然是不敢和她说实话呀 于秋实听完后就说 那你现在去哪家做工把钱还了吧 家里是不会出这个钱的 说着就拉着王方往外走 之后于秋实把她送到刘家了 和流言外说了事情的经过 流言外当时就让人把王方 带到流言外儿媳那边了 于秋实把钱还给流言外以后 就直接去了县衙 把那妇人所做之事和县官说了一遍 那县官听完后 当场就让衙役去把那个妇人给抓来了 经过审问 那个妇人就是看于秋实家 现在过得太好 而王方又是一个没有心眼的大家小姐 于是策划了这些事 她想着于秋实知道了以后 她就把事情都推到王方身上 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 于秋实又能怎么样呀 到时候她就说自己把钱花了 于秋实也没办法 她以为于秋实为了面子 不会把这件事说出来的 谁知道于秋实把她告到县衙 既然那妇人都承认了 县官就让人把那妇人打入了大牢 县官上一段时间再说 于秋实回家后 和母亲说了事情的经过 于母就让于秋实把王方接回来 于秋实让她受几苦吧 几天后 于秋实把王方接了回来 经过这件事以后 王方也知道自己错了 自此以后她再没有和那些妇人说过话 后来 于秋实一家人就搬到了县城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